長白 長白 這給了是矩條長白 這很大 是老婆的 老婆的幾天 陷荷花 你笑笑 我告訴你 很嚴重 很難 其實一天 過三國的國外 英文就很安全 所以我們有需要 來監視這一節 這兩條一節 將幾位 幾位 曾豪 還有曾慧 還有北洋美 最後就是 近過這次的追問 北洋美的追問 留下北安貨 這裡有一個中牌鞋這條要改善 這條中牌鞋218年才會改善 這條也是我們所謂的營情廚來改善的 就是說我們要照這條營情的機會 要將到35坪、30坪、30坪 然後有一個好好的圖樓出來 這間藏地坪也已經簽在地坪來 有五分的租樓、尾聲和提出 可能是要出、要聽、要來創養時間 到時間的時候 拜託這些租樓一定要創養 讓這個鑑定可以順利來進行 我們這個客戶的進行 這裡可以說是同位一個開端 剛開始就是說 那個開端是我們平行的租樓 來我們留意來認證 留意都可以 那幾個牌鞋 那幾個牌鞋 這間藏地坪的客戶 那幾個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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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去 我們藏地坪的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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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到我們的中海鞋 我們的農田排水膏 其實它的功能的話 都已經是接軌了 現在會也產生了很多牌水不良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今天來這裡看的是 浮潮中牌鞋 這個大概就是所有的小牌 還是說藏地坪的排水膏 都會汇集到這邊 它是一個主要的幹道 那這看起來來講的話 都是不夠水養 所以這段時候 農田水域水的話 就是針對 有條比較鹹水保證 對白樓里面 對白樓里面那是一個工區 再來這個草陽郭小姐 現在另外一個工區 兩個工區的時候 有一些白水膏的問題 全部都處理 這兩個工區鞋 都有高條 有高條小條 小條 小條 海水溝 有一個主要的幹線 就是浮潮中牌鞋 整個的經費加起來的話 大概有千兩百萬 就解決了 有條卡跟鹹水保證 營水的問題 過去我們就說 水理會的鞋子 每次都是做一筋一筋 不然就做一條一條 就像演唱一樣 一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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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八成吃鹹 然後水理會 申告為公務機關以後 在立法院就爭取 要一整區的處理 不要再這樣一條一條 好像是香腸 煙腸在處理 這實在說起來 不是一個現代 還是有效率的做法 後來我們就一整區一整區來處理 那麼之前來講 是在那個 黃鐸灣那裡 那裡我們開過一次的說明 那裡也是整區經理 現在是整區經理 現在是整區經理 再來第三個 後來就是要去那裡 大家是這樣一筋一筋 整區 打打就是過去 只做一條 還是只做一站就對了 所以申告為公務機關裡頭 帶來最大的好處就是這樣 斷一斷做可能就是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那我們這次等於是 從根本來處理 做系統性的改善 然後像以這個為例 就以浮潮中排二 當作一個最主要的骨幹 然後旁邊一些支流的部分 我們也一併來做改善的話 這樣可以整個做 區域性的淹水的問題 就可以比較可以 立竿見影的效果 我安全的 在那裡 就比較安全 不然這陣青 那些都也摘下去 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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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是這麼一塊的 好像是 這是鑲子堡嗎 因為這條鑲子堡還可以用 對 旁邊的小排魚 如果是這個路 都摘下去 所以是你這個第二大 其他東西可以吃吧